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6月4日 星期二 今天的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呢 差不多被大家给遗忘了 那就是美国的波音飞机那个事 波音飞机呢 自从爱塞俄比亚那个飞机掉下来 那是2019年3月10日的时候 那到现在呢 今天是6月4日 4 5 6 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了 美国这个航空局呢 一直都在做调查 他们终于有了结论了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部件啊 有问题 这个部件的名字呢 叫Leading Edge Slight Tracks 这个东西呢 我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不懂那个飞机的这个 所以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东西 反正就这个东西吧 现在他们得出来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东西呢 它生产的时候呢 就有问题 生产的不合格 它生产的那个过程有问题 它这个东西呢 不是波音 它自己出的 是它的次级供应商给出的 它这个次级供应商呢 还真是真次啊 就出次品 它这个生产过程有问题 所以呢 就造成了这个东西呢 它有问题 他们查出来呢 有148个部件 都是这个次级供应商生产的 然后呢 它们现在已经是有了这个飞机的 serial number了 它的序列号了 就是有哪些飞机上安装的这个次品的部件呢 它们现在是有数的 现在知道都有哪些飞机 其中呢 就包括它们美国本土 有32架 这不光是MAX啊 不光是MAX 出事的这两架飞机都是MAX 但是呢 就这个次品的部件 安装的飞机呢 包括737MAX 还包括737NG这两个飞机 那它们美国的本土呢 它有32架的NG 还有33架的MAX都有问题 这是美国的本土 在全世界 美国以外的地区呢 还有另外的133架的NG 和179架的MAX 有问题 这个呢 之前啊 呃 我们都知道 就是中国买这个飞机啊 买了不少 这是一个短途飞机啊 如果你飞长途 比如说下个月我要回中国了 然后我飞的那个飞机呢 一定不是737MAX 因为737呢 它是一个短途的 那我要是到了国内以后 如果我想去这去 那就是短途的话 不飘洋过海的那些 还有可能会做这个737MAX或NG 因为737呢 它在当时3月10号 埃塞俄比亚那个飞机掉下来的那一天 中国正在运行的 正在飞的那些个飞机呢 737MAX呢 一共有97架 然后可以呢 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然后你在飞的时候呢 你得注意 呃 这个九元航空 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航空公司呢 九元航空有一架 中国国际航空有15架 中国东方航空有3架 如果你做东方航空公司的话呢 你赶得上的可能性不大 然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是24架 在中国呢 这个航空公司是买的最多的 他买了24架这个飞机 就是再飞啊 有24架 不知道当时还有没有说 已经是收到了成品的飞机还没飞的 或者是郭英还欠他的 已经付钱了还没给的 那飞机 没交付的飞机 有没有 这个都不知道啊 这都是在飞的 就是2019年3月10号的时候 当时就在飞的 还有福州航空有两架 海南航空有11架 昆明航空有两架 翔鹏航空有三架 澳凯有两架 山东航空有7架 上海航空有12架 深圳航空有5架 厦门航空有10架 长安航空没有 这一共是97架 然后他们美国这个航空局呢 他们公布了这个 就这个配件啊 是很危险啊 他或者呢会提前坏掉 或者呢他根本就会裂开 我现在不知道 他是个什么东西啊 然后他会裂开 然后他这个啊 FAA啊 美国航空局的网站呢 他就说 我觉得美国吧 他就是在这件事情呢 就不肯承认他们的错误 然后他用的这些词吧 就是有点避重就轻 他就说 这个东西呢 不会造成 Loss of the aircraft 就不会造成你这个整个飞机失去 但是呢 他会有一个风险 如果这个配件 他坏掉的话 他会导致这个飞机呢 受到伤害 就这话说的吧 非常的 非常的模领两可 非常的具有误导性 非常的避重就轻 你就算是 你造成这个飞机 damage 他就说 你造成的飞机damage 你这个飞机在天上飞 有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零件 就造成这个飞机整个事故啊 对吧 然后就避重就轻 然后现在怎么办呢 他现在呢 就要求 你每一个这个航空公司 你自己 你要去把这个零件呢 给他找到 然后给他换掉 他要求这些航空公司呢 应该在十天之内来更换 他给别人要求 十天之内来更换 他自己 然后找这个问题 找了这么长时间 从三月十号到现在 已经三个月了 他说的呢 也不是特别清楚 是不是这两次 失事的飞机 都是与这个有关呢 他说的也不清楚 等于说 他没有明确 他们美国 波音 对这两次的事故呢 是不是 承担责任 他没有明确说这个 我推断呢 因为他现在说找出来了这个问题了 对吧 你找出来这个问题呢 就是你这个问题 应该是对那个事件 有关系的 起码是有关联的吧 但是他并不说 美国呀 号称是一个什么人权呀 什么的 对不对 他们都是打着一大旗子 打那大旗子 好像就是 他就是那么做的 而遇到事的时候呢 就能看出来 美国的虚伪性了 对不对 去年十月份 去年十月底的时候 印尼西亚那个飞机就掉下来了 那个飞机掉下来 十月了 对不对 十月底 然后十一十二 一月二月 然后三月十号又掉下来了 四个多月 都没有找出这个原因来 现在 好 这个第二架飞机掉下来了 三个月了 然后就找出来了说 这个部件有问题 是那个次级供应商 给他们生产的 就是不负责任啊 对不对 还指责中国说是 人道主义方面都有问题 人权方面有问题 对吧 中国到了关键的时候呢 还是对这个人权 看的非常重要的 你像那个飞机 对吧 艾塞俄比亚这个飞机 三月十号掉下来之后 中国马上就做了一个决定 所有的737MAX这个飞机都停飞 因为呢 这个太巧了 因为那样十月底的时候 印尼刚掉下来一辆 对吧 你现在艾塞俄比亚 试过这几个月 五个月的时间 然后又掉下来离家 这个太可怕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对不对 这人命关天的事啊 好 一下子整飞机的一百多人 全部遇难 对吧 一百多人将近两百人 全部遇难 这次一共是一百五十七人 印尼的那个是多少人 我就忘记了 好像是一百九多人吧 全部遇难 这次一共就包括八名华人 上一次包括多少我不知道 这事太大了 所以中国呢 九十七架在天空飞 中国说你多大的损失 这也得停下来 这体现的不是这个人权至上吗 中国还是把人的生命看得很重的 对吧 台湾这些年以来 这些问题老是解决不了 怎么刺激中国就是不打 老百姓就急了 对吧 连我都急了 我觉得事可忍 事不可忍啊 但是中国政府一直都保持一个 克制冷静的一个态度 不就是涉及到人命吗 不就是涉及到我们红包的人命吗 对不对 所以中国人其实还是心很软 还是比较顾及人的生命的 你看美国就钻前眼里了 对不对 全世界都停飞了 就他不停飞 他最后一个停飞的 现在查出原因了 如果全世界都跟着他 都还在飞的话 现在指不定是什么样呢 没准又有掉下来了 又死一飞机人 对不对 所以对美国呢 这个人权的问题呀 并不是他叫嚣的那样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利益 经常是双重标准 很虚伪 别的不说 咱们就说那个穆斯林这个问题吧 对不对 当那个穆斯林跟他有关系的时候 他就把穆斯林当成是恐怖分子 对吧 他都不要 他不要他们到美国来 他说人权 他抓的那个恐怖分子来了以后 在他的那个监狱里面 他虐待 他虐待 这个恐怖分子 那也是人呢 那会你不说人权了 就因为美国虐待那恐怖分子 造成了我们加拿大被起诉 那恐怖分子就说 我是你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没有保护我 让我遭受了美国对我的这种 非人道的这种折磨 要求加拿大赔偿 加拿大的法官通过审理以后认定 确实是 美国对这个恐怖分子 进行了非人道的折磨 然后加拿大呢 没有有效的制止住 所以加拿大政府呢 赔偿的恐怖分子上千万加币 这是美国的标准 当涉及到他的时候呢 穆斯林就是恐怖分子 当他这个恐怖分子 在他手里的时候呢 他就虐待他们 他就折磨他们 他就不再说 那个人道不人道的事了 而同样的穆斯林 到了中国手里以后 对吧 新疆那些个恐怖分子 搞什么炸弹袭击击 一天到晚的 对不对 然后中国对他们进行管制 然后美国就说 不人道 反正里外里就他说了算了 双重标准 这回六四的时候 那个蓬佩奥又做了一个讲话 又提这新疆这事 说是不人道 牵扯到他的利益的时候 他就不一样 就换一副嘴脸 只准州官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 就是美国 美国的这种大权主义 他说行就行 不行也行 他说不行就不行 行也不行 好 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